港西国小驻落在基隆港西侧的虎仔山上 在校园内就能够俯瞰整个基隆港 因为视野辽阔 所以对于想要观察经常盘旋在基隆港上空的老鹰来说 是个极为理想的赏鹰地点 黑鸢一般俗称为老鹰 以小动物的尸体除以汗有机垃圾为食物 在生态地位上扮演着青道夫的角色 被视为是全世界数量最多且最亲近人的猛禽 虽然黑鸢曾是台湾平原地区十分普遍见到的猛禽 但在199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 黑鸢在台湾数量已大幅锐减 因此目前被列为第二级珍贵稀有的保育类动物 同时也在1999年基隆市政府举办的 四鸟选拔活动中获得最高票 成为基隆市的四鸟 而黑鸢与基隆港之间有一段美丽的故事 过去流经基隆市区的河流 除了田辽河之外 还有一条旭川 而坐落在旭川河岸边的卡玛定渔市 早在清朝时代就已经存在 渔饭老板为顾客清理出来 并丢弃到河里的渔内障 很自然地成为了黑鸢的食物 除此之外 基隆港是深入基隆市区的天然两港 区内的南龙河 西定河会流陆续川 然后再注入基隆港南岸 因为在河边就有好几座市场 长期以来摊商处理 禽畜 鱼类后的有机废弃物 就直接丢入河里 最后再流入基隆港中 基隆市民在这并非刻意的行为中 未养了老鹰百余年 早已形成独特的基隆港生态系 同时也形成基隆人与老鹰长期相处的情感关系 与独特的家乡印象 然而随着都市的开发 与市民生活形态的改变 摊商不再随意丢弃 鱼处内让之后 黑鸢的食物来源受到影响 许多人担忧黑鸢将不再造访基隆港 再加上2011年基隆港橡皮坝正式启用 更直接影响到黑鸢的秘石 基隆港边建立橡皮坝的目的 是因为中山区和仁爱区住家 尚未实施污水接管 为了拦住这些排放出来的污水 便在旭川河这个出河口设置橡皮坝节流 并透过设置节流站 将污水抽到河冰岛污水处理厂处理 再将处理过的沸水排入海中 橡皮坝不只拦住了污水 同时也拦住了黑鸢的食物来源 橡皮坝2011年起建后 旭川流入港中的有机物大检 拍摄老鹰的摄影者发现到这种情形 便以猪肝、鸡皮、肉片等肉类抛食 根据统计从2013年到2017年这段时间 因为爱心人士持续分享食物给老鹰 吸引北部各地的鹰群经常前来觅食 这是北部鹰群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的稳定食物来源 加上这几年气候稳定 台风较少 使得北部老鹰数量大为增加 但在2017年6月 基隆港为了避免水质恶化 开始取缔民众喂食老鹰的行为 基隆港的食物来源大为减少 北部老鹰的数量也跟着掉了下来 拍摄者以食物右拍的行为虽然不值得鼓励 但他们却实质补充了老鹰的食物 在基隆港禁止喂食行为后 不到半年的时间 北部老鹰的数量已大为减少 黑鸣虽然有抓活鱼、小动物的能力 但并不是常态 他们看起来比较像突救、雾救 是属于食府性的群居猛禽 而基隆港原先是北部老鹰重要的密食地点 如今在河川整治工程及喂食禁令下 让他们陷入数量略减的危机当中 目前台湾的黑鸣数量仍然相当有限 而且造成黑鸣数量减少的原因相当多 但是若人经由教育改变民众的价值观 与对自然环境的态度 或许是持续保育黑鸣最根本的方式 因此我们希望透过推广环境教育 落实自然生态平衡的理念 让黑鸣自在翱翔 而不是只为了满足市民的怀乡酬绪 因此我们的计划是希望 降低家庭废水的排放 从源头阻绝污水流入基隆港 利用回收家庭食用废油 经过沉淀过滤与造化处理之后 再制成手工罩 借由这个回收废油再制手工罩的活动 唤醒大家对生态保育的重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华赶紧 在招待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这都不得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接下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感谢观看